杜莫 你得保持清醒 争取爬过铁丝网围墙去 看 那个洛娜的女孩在那儿 待会儿让她照顾你 躲避进丘陵山顶 我一会儿回去拿武器 立刻去找你们 杜莫的精气神 如被钉子扎过的轮胎 消散得很快 这会儿看来 远不比在小房子那会儿强盛 我知道 她快坚持不住了 洛娜女孩 飞快地奔跑过来 帮我一起搀扶的杜莫 锐利的叹叹叹金属的碰撞声 在我们的右方响起 我急促侧目 应用眼帘的情景 令我煞失一正 此眼的阳光下 一个上身赤裸的标情大汉 赫然冒了出来 她的胸膛和双臂 骨头着惊人的肌肉 攀粘在上面的汗珠 使她黄色的皮肤 闪着油亮的光泽 这家伙 带着铁皮面具 后脑梳着高高的马尾辫子 脸上的面具 像经过铁锤 常年累月地敲打 充满了 磕磕胖胖胖的沧桑 面部两侧的脸颊部位 有密密麻麻的小孔 扎满了五颜六色的动物棕毛 这种怪异的装束 偷着一种森严而又浓烈的死亡气息 使任何认为其滑稽造作的人都笑不出来 尤其的稍稍裸露的下巴边缘 长满了猙獰的肉疙獰 我知道那不是肿瘤 看样子像是被轰炸机投下的燃烧弹锁伤 毁掉了容貌 我很了解这种 从死亡深渊爬出来的家伙 他们多数危险凶残 憎恨生命 痛恨每一个对手 东莫 你和女孩赶紧翻越贴斯网 我来拖着对方 露娜女孩吓得有点发愣 明明听出我缓和语气当中的急切 却呆呆地愣在原地 双脚僵住了一般 嘿 赶紧爬过这该死的鸡炸了 多莫一把抓起女孩的脖子 另一只手揪住她屁股上的裤子 犹如往墙壁上挂东西 女孩这才恢复了意识 惊恐转换成求生的本能 她咬紧了嘴唇 四肢奋力地往铁丝网上攀登 多莫也顾不得伤口剧痛 自己攀爬的同时 不忘拽女孩一把 斯尔摩雇佣兵的确很恐怖 他右手握着寒光闪闪的锋利铺刀 比我之前那把普通铺刀更具破坏力 偷猎者多用此工具割起狮子皮 假如臂力够大 对准水牛脖子猛的一轮 一颗水牛头立刻就会滚落在地 可想而知 以这个家伙的气力 若是把铺刀挥砍在人身上 后果会是什么样呢 割皮扑刀 划着铁丝网擦出了道道火光 萨尔摩雇佣兵咬牙切齿 瞪着恶狠狠的红眼睛 凶神恶煞一般地冲我们逼了过来 他越走越快 扑刀碰撞网络所发出来的噪音 节奏间隔是越来越短 这个魔鬼一样的萨尔摩雇佣兵 终于爆发了 他如一头靠近猎物后 猛扑上来的猛兽 沿着铁丝网墙的根部 越跑越快 越窜越生勇 如同急迟的电车映射在墙壁上的影子 快 杜莫 他在追你们 随着我的一声疾呼 那个萨尔摩雇佣兵警人跑上了铁丝围墙 他把长长的葡刀咬在嘴里 四肢抠住了铁丝网眼 旋垂向下的彪悍的躯体 好似挂在墙壁上的一头巨型蜘蛛 朝江要跑出工厂的杜莫奔去 海生阻止不了敌人的攻击 我扯掉了身上的厂丁服装 一个剑步飞奔而起 也朝铁丝网奔去 如果我拦截不住这个疯狂的家伙 杜莫的脑袋一定会把他一刀削下来 滚进枯黄的野草丛 或者说落在铁丝网外的刺儿怀树罐上 眼瞅着就要撞到铁网 我猛然提起右腿 使脚尖踩进了较高的铁丝网孔 双手啪地伸 勾挂住了头部上方的网孔 接着这股冲击力急剧地往高处爬 铁网围墙剧烈地晃动 但是并没有阻止我调整姿态 因此来势汹汹的萨尔摩雇佣兵 我像是一只尾巴鞋巢上的壁虎 等候扑过来的对手 逃的出现太过突然 这家伙不用枪械射杀我们 而是拎着扑刀追过来 足以说明他实力雄厚 对付我们几个 根本对他来说 只是一场兴致勃勃地杀人游戏 假如说我有一把手枪 会毫不犹豫地击毙他 同这种家伙肉搏太危险了呀 因为他们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杰森约迪太过谨慎 限制我和杜莫接触枪械 这才引来了眼前诸多的麻烦呀 现在我甚至于连一把普通的铺刀都没有 刚才若是去草丛剪根坚硬的铁棍 用来同塞尔摩雇佣兵的铺刀对抗 这空档别说杜莫的脑袋 恐怕连落难女的四肢也被砍干净了 我左肩佩戴的匕首还是在小型核潜艇上配发的 锋利程度绝非一般 但与萨尔摩雇佣兵的铺刀对抗 劣势很明显 那家伙的武器至少有四十公分长 而我的匕首为追求出鞘的速度 长度受了限制不足二十公分 踢往围墙咔啦咔啦咔地晃动着 我和这个萨尔摩雇佣兵仿佛坠落在 同一张巨网上的两只蜘蛛 为争想一只小虫而恶动 我知道一个能在铁丝围墙上急速爬行的家伙 不仅四肢的抓力大的惊人 敏捷度更是高的惊人 我第一次同萨尔摩雇佣兵交手 对方自然也能看得出来 我和杜沫绝非一般职业 萨尔摩雇佣兵既然不持枪过来 说明他自信十足 认为用一把铺刀便能捕杀我们 从他那凶狠的气势不难想象 死在他手下的雇佣兵 不会是个小数目 闭上眼睛 走你的 十万火急的时刻 杜沫命令女孩照他说的做 我不用看都知道杜沫预算出了时间 他知道来不及快速的翻爬 就又提起女孩的脖子一把 把她扔向了外面的树丛 杜沫这么做很正确 一旦我戳出匕首 同萨尔摩雇佣兵的铺刀对抗 第一回合没压制住对方 而杜沫和女孩子 刚好翻越过铁网围墙的顶部 那抠在网眼上的手指头和脚尖 会瞬间被削掉 女孩啊地声大叫 被杜沫身不由己地扔向了外面的侧儿怀树冠 就算是木刺扎伤斜身体 那总好过被砍去指关节吧 别怕疼 用力抓住食肢 我马上跳过来了 杜沫随之扑通一声 落向葱脆的刺怀树冠 哎呀太疼了 老子没被木刺扎着 嘿 你这马戏团里跑出来的铁面猴 过来抓老子吧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啊 哈哈哈哈 哎哟 啊 杜沫狂妄大笑 没保持两秒 嘴角的裂痕就让他疼得 闭起了嘴 杜沫自然是故意大叫 一再提示我 解除守护状态 转变成攻击状态 同时呢 也是在激怒凶狠的萨尔摩雇佣兵 好让我有机可乘 但我知道 一杜沫现在的身体状态 他已经尽力了 铁瓷网震荡的越来越剧烈 凶狠的戴着铁面具的萨尔摩雇佣兵 见杜沫和女孩跳出了铁岸围墙 不免怒火中烧 他用愤恨的眼神死死地盯住我 泰山腰顶一般地向我冲了过来 叹叹叹 急速的短兵相接 蹦射出了一粗粗细碎的火花 我握匕首的虎口 传了一阵剧烈的酸麻 萨尔摩雇佣兵 那粗壮勇猛的胳膊 借助铺刀内扣的月牙形刀刃 可以挥看出惊人的爆发力 而我手中的匕首只能用来格挡 为肉身的闪避争取时间 这家伙像是贴在了网墙上的毛脸猴子 戴在铁面具下的伤疤脸 对我咬牙切齿 展现出他的仇恨 仿佛我就是烧毁他面容的敌人 此人招招凶狠残忍 那锋利的扑刀的攻击 刚被匕首反弹过去 便借是横扫我抠在网眼上的手指 幸好我右腿脚尖高挂在围墙的顶部 如同钟板一般控制着整个身体的重心 他能快速地松手躲避 不然的话 左手五指会被他瞬间削落 从高高的铁网围墙 散落进地面枯黄的草丛里 捡都捡不回来呀 萨尔摩雇佣兵趴在我下面的铁网上 左右摇摆蜷缩着的身体 寻找攻击我的漏洞 鱼头很毒辣 他咯咯哒哒的铁面具上 长长的彩色的棕毛 盈盈闪光 仿佛魔鬼在抖动胡须 这种装束会增加对手的恐惧感 使人觉得是在同妖魔格斗 他不断摇摆的上半身 如同攻击着实无功似的 一直在积极寻找攻击的契机 试图一刀砍下我几公斤骨肉 我很清楚 眼前那个家伙绝对是劲敌啊 他的敏捷的程度 从身法招式上足以溃爆一般 诶 我在树底下捡到了一把手枪 里面还有子弹 让我来射死这个杂毛老妖 杜墨强达起精神 隔着铁网在外面的围墙根下叫嚷着 砰砰 毕竟杜墨嘴角被那群恶棍的皮鞋踢裂了 模仿手枪射击的口气很拙劣 等他扔上来的石块砸在铁丝网眼上 倒有些微微的效果 萨尔摩雇佣兵很睿智 他知道黑人是在演戏 意在尽力帮助我对付他 假如杜墨真捡到了装有实弹的手枪 一定会悄无声息 偷偷摸摸的从背后射死他 傻瓜才会在射击目标之前 肆意大喊 再说 在这样的草丛里能捡到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 只有在天方夜谭里边才有可能发生 要知道杜墨差点被他殴打致死 现在不会仁慈的去劝退一个冷血的萨尔摩雇佣兵 那个落难的女孩子也爬下了刺儿槐树 随地捡起碎石块 同杜墨一起向铁网内侧的萨尔摩雇佣兵扔去 我并不清楚 这个家伙是怎么发现 我们正准备逃出工厂 打得到现在没看到其他厂丁 说明他想一个人干掉我们三个 假如说他招呼来一群爪牙恶徒 前呼后拥地围拢过来 那这个萨尔摩雇佣兵 也不过是乌合之众的一员了 头上来的石块 拥有女人撒娇时的粉拳 垂打在男人结实的胸膛上 除了眼花缭乱 毫无痛楚可言 趴在我下面的萨尔摩雇佣兵 仍旧把注意力锁定在与我的厮杀上 毫不理会杜墨和女孩子不疼不痒的攻击 我的右腿脚尖 牢牢勾在了围墙顶端 把对方压制在低处 不让他和我保持在同等高度上对抗 否则的话 我的匕首会更处劣势 一片细碎的火星 当当当的纷纷坠落下铁网 杜墨和女孩投着的石块 像是触怒了萨尔摩雇佣兵 他手里那把锋利的铺刀 明显抡得更加的狂暴了 敌人攻势猛烈 我就得小心谨慎的防御和躲避 我想只要这个家伙一直处在愤怒之中 就总会暴露出破绽 果然铁面具后的呼吸 明显变得暴躁起来 同时啊 我看到了萨尔摩雇佣兵 扣在铁色网甲上的手指 不断地被戴棱角的石子击中 独沫和女孩投着的石块 命中率是越来越高了 挥砍向我的锋利的扑刀 随着力气的增大 幅度也越来越大 他恶狠狠地红眼睛 吃人一般地瞪着我 而我呢 只关注他的肩膀 提前预料对手发起的攻击方向 就在这个家伙 以更大的力量 劈出扑刀的时候 我手中攥紧的匕首急锁而冲 追随他回收的握刀的手腕 嗖的一声锋利的刀刃 肩如同一道闪电一般 划向了他右手腕的外侧 那轻轻脱骨的手背 与小臂相连的 齿骨部位发出了蹭的一声闷响 萨尔摩古佣兵星红的眼睛 刹时放大了许多倍 仿佛割伤之痛还未发作 先被他的大脑意识到了 我忙归缩前半身 等待他气急败坏地 再次发起攻击 这个家伙 迅速地回轮扑刀 短促的交锋 明显感觉他的力气小了很多 我攻击的力气很大 对自己的攻击破坏率也很清楚 我知道那一刀 划得着实深重 任了赛摩古佣兵再强悍 可他毕竟血肉之躯 承受不住 手腕被割开半截的伤势 时机慢慢成熟 我逐步地展开了攻势 把被动防御 转为了主动进攻 我挥动锋利的匕首 让身体像吸水的布料 缓缓地舒展开来 前肢尽量靠近敌人 与此同时尖锐的匕首 一刻也不肯松懈地 对准敌人重伤的手腕 再度攻击 实际上 我是在寻找机会 试图刺瞎他的一只眼睛 因为他的速度越来越慢 已经明显地落后于我 而这个时候 我只要谨慎攻击 优势会越来越大 杜沫和女孩 早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尤其是杜沫 已经坐在铁网围墙下 有点昏迷状态 女孩急忙过去照看她 我必须争取时间 尽快地干掉这个雇佣兵 带铁面具的家伙 见我临危不惧 深暗格斗战术 并且又以惊人的速度 搁伤了她的右手腕 这才意识到 她自己已经遭遇了劲敌 先前对我太过于大意了 当当两声过后 又是两招端兵人的对抗 才找到了机会 刺下她之前 我故意逼迫她举刀迎敌 如此一来 她露出白骨的血手腕 会在剧烈震动下 加速失去战斗力 现在 她很难抽身后逃 我始终居高临下地 紧逼她迎战 只要说她敢转身跳起铁网 或者说后纵弹开 我手中的匕首 就会变成飞刀 扎穿她的后背或胸膛 热辣的太阳光 着靠着网墙内外的草木 我们两个依旧对着在铁丝网墙上 如同两只撕咬的蝙蝠 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萨尔摩古庸斌 比我更害怕时间的流失 因为她的时间里夹杂着鲜血 这家伙本来就在下面 勾挂铁丝网眼的手指 需要特别用力 才能保持重心 所以她右手腕上的血 如泉涌一般 看准了敌人的弱点 我连连发招 虚虚实实地攻击中 猛然一个加速变相的直刺 毫无预兆地弹射出手臂 匕首的尖端直跳向 对手的右眼 擦朗一声响 锋利的匕首刀尖 从萨尔摩 湄弓上侧滑下 割趴到铁面具 直冒火星子 这家伙的反应速度极快啊 也再留意机会 准备从被动的铁网墙上 跳下来 当我抽回刺出的匕首 敌人早已趁机落地 敦伏在枯黄的野草丛 我不清楚 有没有割上他的眼睛 但是生怕他逃跑 引来大群的场定 尤其是持枪场定 未等颤动的铁网平复 我即可松开了勾挂的脚尖 左腿用了一蹬 从四米高的铁网上追随而下 锋利的匕首趁势落屁 其实这一招是虚招 一在保护自己下落过程当中 不受攻击 可是 萨尔摩顾应兵很刁钻呢 他预先到达地面 被动状态得到缓解 哪肯放过任何攻击的良机啊 他迎面而来 扑刀意图削砍我的咽喉 指控当中 我盲挥匕首格挡 岂不料敌人也是虚招 他快而迅猛地一击侧踹 重重地踹在了我的胸膛上 我感觉身体煞食起飞 像被铁网围墙 突然吸附上去的磁石 咣当一声巨响过后 后背结实地撞在了晃荡的铁网上 我眼前立刻发黑 胸口憋闷 这家伙 脚力惊人 如刚才那一下 是被他脚尖踢上 折几顿肋骨并不稀奇 也难怪当地百姓 把他磨化成 踢破水牛肚皮的恐怖打手 他的腿上功夫 着实厉害 没等我喘上两口气息 这家伙便不容喘息地袭来 他腾空跃起 更换成左手持刀 朝我胸口砍来 挨上的重重的一脚 让我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调整呼吸 如果说 再遭受一下他腿上的攻击 恐怕我真的要丧失战斗力 任他 宰割了呀 抱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